哈囉VOGUE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冠婷 他們叫我不可以說出去 有一次 差一點 為這個角色就是 學手語 其實學手語花蠻多時間的 就是他的手可能 他的手的速度 或是力道就是 或者是 加上他們有些 這種 就你就跟著去學 然後去靠近老師的那個專業 譬如說我跟貝貝打一個手語是 你怕爺爺奶奶會擔心的這個擔心的時候 我就真的有一種 因為擔心他是這樣 我就有一種真的是整個心這樣縮進去的感覺 就是你自然而然會被那個手語給帶動情緒 語言的話可以有 就我的大小聲 我的快慢就會有一點情緒 那相對你把這些情緒帶到手語裡面 就可能是你用力的程度 以及你打手語的快慢 以及那個感情有沒有 看完去本來感覺就是 這個好像是喜歡 喜歡 流口水就是喜歡 喜歡 對 就是你遇到這種有一體的東西 你就會覺得有一個實名感 然後你相對著 你在 你就會覺得自己好像 有所貢獻於這個社會 就比較踏實一點 對 可是呢 就是很沉重的議題啊 因為 因為我的角色在劇本裡面 它沒有一個 出口 它沒有很多的行動 它相對的被動的接收很多事件 所以就是會覺得很不舒服啊 壓力會蠻大的 小時候有啊 小時候有被霸凌啊 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有一次是那個同學的爸爸 騎摩托車摔到水溝裡面過世 然後我有點印象很模糊 我忘記 我應該是要逗他開心啦 就有點白目 拿我的彩色筆在他的圖畫紙上面畫 然後下課他就去叫他的四年級的表哥 就是要來揍我 那就被一大堆四年級的學生圍巧 然後後來我小學二年級的時候 要升二年級的時候我就轉學 然後我永遠記得那一天 我媽媽騎著摩托車載著我 那個風這樣子吹過 那個椰子樹的那個搖曳 你整個心情你覺得好輕鬆好輕鬆喔 天啊 我覺得我要飛起來 對 擺脫那個陰影實在是 就是你在學校你不敢跟老師講 你也不敢跟爸媽講 因為你覺得你會有更多的霸霸凌來 所以有被霸凌過 我覺得你就會知道那個被霸凌的感覺是什麼 所以導致後來我國中的時候 我看到別人霸凌別班的同學 可是那個真的太誇張 就很多人在打一個同學 也不是很嚴重的 就是一拳一腳那種 不是那種一直瘋狂的打那種 我說這個同學怎麼了 他說他欠人家錢 我說多少錢啊 他說幾百塊吧 那我剛好在身上 我抱歉我有幾百塊 我說我先幫他電好了 大家就先這樣好了 然後我就幫他代電幾百塊 結果過兩個禮拜 我們爸媽說 欸那個人還你錢了沒 我說嗯嗯還沒 他說我們下課去找他 他說不要啦不要 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 就好像因為有被霸凌過 所以知道那個被霸凌的感覺 你就會很不喜歡看到那種感覺 以至於後來我在當老師的時候 我也是一直在跟學生講 不要去捉弄同學啦 就是不要去逞一時的口舌之快 覺得很好笑 然後把你覺得的幽默 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 我覺得這樣不好 跟大家分享一個姚昆君老師 講得很好的話 什麼時候我聽他講座 就有觀眾問他說 老師你會有走不出來的這種困擾嗎 他說不會啊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有辦法演別人 那你當然有辦法演回自己啊 好像有道理 所以好像每次如果你一個角色 工作完結束 你去開始拾回你日常的習慣 好像你漸漸的就可以回到 你原本生活的節奏 對啊 像我自己就可能是運動啦 或是丟丟球 因為我大學有練習一段時間 所以我每次只要丟球 就會有一些感覺 我覺得這種東西很奇妙 就是想像一個感官的記憶 我希望觀眾在看完這個 就是知道一些我們 比較少看到的陰暗的角落 然後導演就是把那些角落就是點亮 然後讓那些做怪的手就說 欸亮起來了 就是手好 也不敢說有什麼太遠大的抱負 那至少就是讓大家知道 其實這些事情就是會發生 尤其在這個同溫層這麼不同溫的狀態下 你可以看到不是那麼舒服的東西啦 因為那真的是 我自己在看那個電影 我就覺得哇靠 真的是這樣喔 導演會說沒有 我們甜調的比這個還可怕 孩子們講的那些話 實在是會讓人非常的心酸 所以也不是說我們要去 抨擊這個教育的機構 抨擊什麼也沒有 就只是提醒大家 讓大家更學會珍惜 珍惜每一個時刻 真的要珍惜每一個時刻 因為太無常了啦 對啊 就很像歐彌陀佛這樣的 佛家講的就是無常嘛 但是我相信啦 就是 只要大家都還記得 就不是真的離開啦 對啦 教育 是一門關於 的置業 你們不是在玩嗎 啊你這個做老師的 還跟他們做那個亂 他們叫我不可以說出去 有一次 差一點 第一次 我們要小心處理 是嗎 我不會放這不管的 噓